這本是電梯小鳥愛幫忙 電梯小鳥愛幫忙 對 喔 這裡好像住了很多人喔 哇 這是有愛大飯店 歡迎大家 這是電梯小鳥 她在飯店裡工作 哈囉 你有跟她說哈囉嗎 有好多人都要來住飯店嗎 一間飯店呢需要好多夥伴 共同努力才能運作 這是施浦黎先生 她是飯店經理 她要確保每一件事都順利進行 這個是寵寵們 寵寵們他們是行李員 他們會細心處理客人的行李 如果你拖著行李到他們面前的話 他們會說來 請讓我幫你們搬行李好嗎 媽媽 她等一下檔月來 不會 他們會很認真很好的把他們 都裝好喔 他們最喜歡說 請交給我們吧 陸菲負責維修的工作 大家都好喜歡她 因為她可以修理好每一樣東西 蘭迪是位廚師 她會烤可頌 蛋塔 蔓越莓 馬芬 以及杯子蛋糕 而且還很會做焗千層茄子喔 艾莉是蘭迪餐廳的領班 她負責招呼客人 並且為他們代位 代位是甚麼 就說來來來請跟著我來 我帶你們到你們的位子啊 曾和奧莉維修是櫃台人員 協助客人辦理住房手續 如果我們要去住飯店的時候 要先到櫃台check in 就是需要找他們喔 他們最常說 請問需要幫忙嗎 和能為您服務是我們的榮幸 榮幸是什麼 他們就覺得很高興啊 不要再摸摸 艾斯特是蘭迪餐廳的服務生 她總是盡心盡力的服務所有客人 來你過來一點就來看 鼠弟是房務人員 鼠弟是哪裡 這裡啊 鼠弟在這裡 她就是要負責打掃 飯店裡從內到外 都被她打掃的亮晶晶 查理負責洗碗盤 雖然這個工作 會把自己弄得髒兮兮 但總要有人做才行啊 查理笑著說 笑著說 對啊 一個飯店有好多人 在做各種不同的工作對不對 電梯小鳥負責操坐電梯 送客人到他們想去的樓層 歡迎搭乘電梯 她非常的有禮貌 請等我們一下 沒問題 蟲蟲 有等蟲蟲 蟲蟲是哪一個 在這裡啊 蟲蟲要載東西進去 她有等蟲蟲嗎 大家都有等蟲蟲對不對 電梯小鳥總是親切的對大家說話 是大家的好幫手 這鮮花要放在餐桌上嗎 真是太美了 你猜對了 那是你新買的帽子嗎 上面的羽毛真是漂亮 你居然注意到了呀 聞起來好香啊 謝謝讚美 蟲蟲蟲 我想這是你釣的東西 謝謝啊 行李推車在這裡囉 真是謝謝你電梯小鳥 查理我幫你把鈴帶打好 感謝你啊電梯小鳥 真看到李威亞 你們看起來好漂亮 準備要迎接新房客了嗎 有了你有發現他們哪裡不一樣嗎 他們穿了不一樣顏色的鞋子對不對 布菲你怎麼黏在地上啊 讓我來拉你一把 史普黎先生有衛生紙黏在你的鞋底 我幫你拿掉 工作結束之後 電梯小鳥會回到地下室 他住的地方很狹窄又充滿噪音 還好他最好的朋友屬地 總是陪著他 可是電梯小鳥依然覺得少了些什麼 你看他們住在哪裡 地下 嗯 我也不知道耶 他們的房間就在這裡啊 大大大 但電梯小鳥每天依舊會打起精神 送客人離開飯店 祝您在浦浦花園玩得愉快 電梯小鳥對這個城市撩弱指掌 總會提供房客們許多實用的建議 你一定要去桑尼屋頂餐廳 先在狐狸向右轉 接著在櫻桃路左轉 就會看到孔雀廣場 那裡的風景美呆了 美呆了 這是很漂亮的意思 每天晚上電梯小鳥都會回到地下室 他很喜歡自己的工作 但也好希望可以多出去走走 看看夜晚布滿燈光的城市 屬地啊 如果我的房間看得到風景就太棒了 是這樣嗎 屬地告訴施普利先生電梯小鳥的願望 嗯 為什麼他從來都沒有說 我們該為電梯小鳥做些什麼了 為什麼我從來 從來都不知道 我們來想點辦法 我的天啊 哎呀哎呀 電梯小鳥 師普利先生 集合大家召開一場秘密會議 然後他們想出了一個計畫 噓噓噓 不可以說出去哦 這是個驚喜 給電梯小鳥的驚喜計畫要準備什麼呢 有 桿子 桂子 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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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铅筆 木板 木板 盆栽 油漆 油漆 錘子 錘子 鐵釘 鐵釘 水桶 水桶 燈泡 燈泡 糖果 糖果 罐子 大湯勺 工作靴 工作靴 花生匠三明治 花生匠三明治 那天你有吃過嗎 小妈媽 好不好吃 帽子 帽子 油漆水 刷 三角錐 一卷指 扫把 扁裝道具 碗 杯子 水壺 太陽眼鏡 熱氣球 凳子 吊車 沒錯 我也不知道好多工具喔 寵寵們操作吊車 陸妃外出採賣 蘭迪準備糖果 蘭迪準備吃糖果 蘭迪你不要再吃了 被發現了 太陽眼鏡 查理把燈泡掛好 那一天 大家都走樓梯上樓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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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們抱歉 打了個好歉 今天好漫長呀 這天 飯店沒什麼客人 但是電梯小鳥還是很認真的拿著除塵蛋 打扫電梯 那一個 那一個 他沒有在吃糖果 你還記得他偷吃糖果 全都準備好囉 真想趕快看到電梯小鳥驚喜的表情 噓 小聲一點 電梯小鳥 我們現在要上去頂樓 沒問題 沒問題 大家一起擠進電梯 你看大家是不是都很期待什麼呢 大家是不是看起來都很高興啊 噢 他們上到頂樓之後 我的天啊 我看到了什麼 知卜力先生和朋友們在頂樓幫他搭了一個新家 電梯小鳥開心到不知道該說什麼 這全部都是為你準備的電梯小鳥 好好享受 好棒的驚喜 我是在做夢嗎 看看這上面的風景 我超愛的 恭喜電梯小鳥 是給電梯小鳥住的地方嗎 對呀 奇怪咧 剛剛偷吃人家的糖果 現在還要偷躺人家的床 是誰呀 嘿嘿嘿 因為有朋友們的幫忙 電梯小鳥的夢想終於成真了 在星光的映照下 他住福飯店裡的大家都有個美好的夜晚 我想看一下 謝謝你 叔弟 不客氣 媽媽 拿一個 剛才那個豬豬偷藏 偷藏 偷藏 船還有偷吃糖果 對呀 你看 這樣只有不乖了 好 現在經過了一天 大家都累了 要休息咯 樂樂你有跟路飛說晚安嗎 路飛晚安 有跟電梯小鳥說晚安嗎 晚安 他們的夜景有好漂亮嗎 媽媽 你看一下房車 那你跟他們說拜拜 拜拜 拜拜 等馬可慢著 等馬可慢著